李南回应落后16分逆转伊朗,一人别被点名,周西崩头被他抢走要知道,亚运会中国篮球的算是告一转落,在篮协主席姚明的督战下,篮球项目上男女篮拿下4块金牌,迄今为止第一次了,姚主席也高兴了,特别是中国男篮孔队对阵伊朗的那场决赛,中国女篮都过来为他们喝彩加油,那场比赛可以说就和坐过山车一样, 姚明脸上的表情,也是180大转弯,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他们曾在第二节落后对手16分,哈达迪太强了,这次,李南在网上公开回答网友的问题,有一网友足球说把吻了一个很尖锐,也是球迷很想知道的问题,他的问题是,上半场中国男篮落后16分,李南指导是怎么布置战术的? 李南指导也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,他大概是这样表示的,在第二场最多落后16分,当时有两个要求,一个就是不减速,同时托慢对手节奏,第二就是加强反攻,专注进攻篮筐,关键的是一定要坚决,通过进攻去消耗伊朗的体力,特别是哈达迪,哈达迪在第二节休息了会儿, 而我们抓紧机会开始各种反攻,特别是沙拉木对篮筐的进攻的强硬,最后我们追到了只差四封面,确实,李南指导分析得很到位,明显地看出来中国男篮,一改以往第三节软下来的常态,而是把伊朗拖入了疲惫,第三节和末节,红队的小伙子和打了鸡血一样,内外线一起,开攻,三分命中率高达60%以上, 这个战术确实好用,拖垮伊朗,特别是哈达迪,最后赢球就更轻松了,16分的分叉逆转后虐掉伊朗,李南这次特别提到了一个人,他已经把周琦的风头盖过去了,一个干脏活累活的年轻人翻身了,吃金子总会发光,阿布都沙拉木,本次亚运会崛起的新星,NBA球探也开始打他的主意了,最后红蓝合并,他一定会加盟, 沙拉木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,无处不在,各种简陋后进攻,也帮队友减少了不少失误,沙拉木也如李南指导所说的,他进攻篮下的能力很强,伊朗防守确实很强,他进攻也让对手陷入了犯规陷阱,同时他还有不错的三分, 在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关键三分,太鼓舞人心了,他肯定是未来的球星,期待着沙拉木,能带领中国南篮,向更高的目标前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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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